西哈努克省 西哈努克省位于柬埔寨西南部 全省30多万人口主要集中在西哈努克市 这里拥有柬埔寨最大的海港 建于1950年之后的西哈努克省是一个新兴省份 和柬埔寨其他城市相比更为现代 这里是继首都京边之后的第二个经济重点 也是柬埔寨对外贸易的中心 在政府的领导下 西哈努克省的发展从2015年开始驶入快车道 西哈努克省位于柬埔寨西南部 中国大学称地区才能够活动 西哈努克省的认识 西哈努克省的名称 西哈努克省的大学称 西哈努克省的认识 西哈努克省的电影 西哈努克省的拉斗 西哈努克省的亚厇 西哈努克省的南部 西哈努克省的信心 2006年 西汉努克省开始和中国部分省市建立友好关系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之一 简中双方都重视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 近20年的携手发展 现在西汉努克省和中国四个省 14个城市已经建立了友好往来 推动了西汉努克港经济特区的发展 西汉努克省和中国四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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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柬埔寨沿海四个省份中的其中一个 175公里的海岸线 32个海岛 使得西哈努克省的旅游资源 也较其他地方更为完备 得天独厚的国家森林公园 一望无际的海岸线 成为众多游客度假的首选 金银湾国际旅游度假区负责人 富航表示 他们看中的正是云攘国家森林公园的生态环境 而他们秉承的 也一直是保护与开发并行这一理念 我们在开发这个旅游项目的过程当中 是有前提的 第一个就是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 另外是在开发的过程当中保护 举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内部道路的时候 本来在规划当中是可能是直线 但是为了保护两侧的大树 那么我们会把这个线路调整 可能蜿蜒曲折 浪费一些资金 但是能够实实在在保护这个森林 我们在开发红树林游览的过程当中 我们选择的是电瓶船 不会对这个河道产生污染 不会产生油污的 也得到了这个政府的认可 然后呢 现在游客量也是非常多的 谈到对于未来发展的设想 西哈努克省省长郭宗朗表示 借助西港的地理位置 发展潜力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 目前还在制定西哈努克省 多功能经济特区总体发展规划 而西哈努克省的发展 借助这一规划 也会迈上新的台阶 我们在这一规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